整個亞太地區的情勢那麼緊張 兩個韓國都快要打起來了 那其實如果兩韓戰爭的話 對台灣確實也會受到影響 尤其是台灣的戰略地位 只要兩個韓國如果打起來的話 我相信台灣也將成為 一個亞太關鍵的戰略要點 這麼重要的時刻 你還要跑到布吉納法所去 即使總統任命你要當布吉納法所的特使 你也可以拒絕 那個就不是你國王部的業務 你怎麼要不務正業呢 部長 謝謝委員的指教 國王部封面提示 那個是外交部的工作嘛 你要跟總統表達說 我是國王部的部長 現在南北韓的情勢那麼緊張 亞太地區可能一觸激發 那身為國王部的部長 你應該要在台灣觀察亞太地區的情況發展 以及確保台灣的國王安全 我們的國王戰備也應該要崩緊神軍啊 這個時候 你出遠門到布吉納法所去 而且是擔任特使的工作 跟你的國王業務一點關係也沒有 我覺得這個總統 他不知道是打什麼算盤 謝謝委員的指教 有那麼多人可以指派 那就指派你當特使 部長 那個誰教你說每一句答覆都謝謝委員指教 這誰教你 委員的指教我們會反應 這個是誰教你的 這種是很滑頭的答覆 在委員會這樣是不尊重 也不夠專業 我跟你講的是你業務上的事情 這個很嚴肅 對不對 你應該跟總統講 我會講 這個現在這麼緊張的時候 一個國王部長離開了台灣 去從事跟你業務不相關的工作 這個是 這個是對整個國王戰備的不尊重 也沒有用心啊 不是嗎 我的建立不對嗎 對 那對你就應該跟總統反應 我會反應 有那麼多的文武百官 怎麼一定派國王部長去做外交的工作呢 我覺得這個很詭異 就任命你很詭異 你是不是有其他任務 你去賣武器嗎 今天那個危機解碼說 我們土耳其要跟我們播30架的直升機 委員的想像力太豐富了 那你到底去那邊的工作是什麼 就是維持兩國的邦誼以及軍營 那就不是你的工作嘛 對不對 隨便一個部長 他的正當性都比國王部長去還要正當 那如果成平時期那還講得過去 現在兩韓都快打起來了 聽說今天下午還非常緊張 今天是美韓南海軍人的最後一天 不是嗎 今天還是滿緊張的 或許明天又開炮 只要兩韓一打起來 台灣就是最關鍵的戰略地位 或許美軍會跟台灣有很多的謀和 會有很多的合作 也不一定啊 不是嗎 那你一個國王部長 你維護台灣安全的最高軍事首長 這個時候 要跑到布局立法所去 我覺得不適當 你同不同意我的看法 委員的指教都非常有見解 那你應該跟馬英九總統去反應一下 派你去布局立法所 我覺得實在是非常不尋常 從來都沒有這樣過啊 過去有國王部長去當特命大使的嗎 有嗎 沒有嘛 對不對 怎麼會 怎麼會這個 怎麼會這個 又不是軍事獨裁國家 人家是軍事獨裁國家嗎 布局立法所是嗎 那就是軍事獨裁國家 也不用派布局立法所去當特命大使啊 部長對不對 我委員講的都有道理 你看 我質詢都很有內涵 另外 現在有人在質疑 你們為了拚金人的那個 無敦力的失業力的那個 帳面數目數據 你今年 金人用替代役或者是提早入伍的方式 今年多爭了一萬的兵 新兵是不是 我們是要提前入伍 讓這些大專畢業的學生 不要留置在社會上 這也不是今年開始做 多年來就這樣做 你們光為了美化那個失業的數目 然後 讓整個新兵訓練中心 他的業務膨脹 然後多吸收了一萬個新兵進去 讓這些新兵訓練的品質非常粗糟非常馬虎 不會影響 非常粗糟非常馬虎 真的有需要搞成這個樣子嗎 好多阿兵哥跟我們反應說 我剛才僅僅13天就接到入營通知書 哇你們這個實在是 也不用為了烏敦力的烏紗帽 然後搞成整個新兵信任中心他們 變身載道 這是委員過多的聯想 事實上是解決 他應屆畢業生趕快服完兵役 我知道啦 但是你要按照正常 你的兵營 你的營區裡面它消化的程度 新兵消化的程度也要承擔 常務長跟你說明 有沒有優勢的狀況 我們這個都有計畫 常務長我先請問你 今年增兵的數目有沒有比前年增加 今年比較多的 對嘛今年增加多嘛 但是最主要是要解決自爭的問題 你是為了解決失業率的問題 不是也有很多人反應 也有很多人反應 兵役非常堵塞 所以啊 我同意啊 我同意 但是每年都要做 不是今年才做 但是我們這個裡面 我們還是有計畫的 還是有一個 有幾個營來做 你們的信兵信任中心的 很多的這些軍官 都怨聲載道啦 工作壓力太大 工作太繁重 工作太多 就為了 無頓力的一句話 為了保他的失業 這七年也做 包委員 每一年都要做啦 不是為了 不是為了 要美化那個失業率的數據 然後讓整個新兵的訓練 比較出道 所以我們還是有給他休假 然後正常的來做 我接到的檢舉就是這個樣子 人家的反應就是整個新兵的訓練變成很粗糙 就是為了馬夫嘛 為了應付這個失業率 反正把你抓進來就好 不是我們還是有按計畫來做 反正把這些新兵通通把你抓進來 不要呈現數據上的失業就好 還是有按計畫來做 還是有做個建設的這個 要有規劃 要有規律 要有制度 要有規劃 要有制度 實在是很糟 好你請回 我再請他們部長一下 部長 你們從98年12月開始 每天就想要賣土地 每天就想要賣土地 你看 行政院的土地清理活化督導小職 開了四次會 你五度提案要賣土地 每天都想賣土地為什麼 公共一規定辦理 因為原來這個 當初設計這個 眷村改建 行政院已經告訴你 五百坪以上的土地 就是不飆售 不賣 那是對一般 因為當初 我們這個眷村改建 它是沒有資金來源的 當初就是 規劃上就是要 98年12月28號到99年11月11號的 活化小組的韓式 還不到一年的時間 你五度提案要賣土地 你們很急 你們在急什麼 如果不 你們是要趕四年的執政快要滿了是不是 不是 現在眷村整個計畫執行上會產生資金不足 如果你們那個是 那個是你的 你的 眷改基金的問題 問題是你賣土地 你會助長 你會助長這些草座土地草樓 你會讓房地產繼續的飆高高漲 讓貧富的差距懸殊越來越大 一年還不到喔 行政院的土地清理活化督導小組 第二次到第六次的會議 你們就五度提案要賣土地 你看 你們是在急什麼啊 因為 要掏空 國有財產是不是 國安部接違法行政 我們按照 既有的政策來繼續 現在就是 謝謝指教 違法行政 你也說一些比較有應用的東西 我聽說 你們建議提報的是賣什麼樣的土地嗎 我告訴你齁 他的函視是這個樣子喔 你剛剛報告了 非屬金華區 對不對 爭議性較小的地區 不違背社會觀感的情形下 對不對 三大原則 我告訴你這三大原則都非常主觀 你認為要賣一筆土地 我認為都違背社會觀感 我認為都違背社會觀感 對不對 這個很主觀啊 做這種財事跟韓事齁 行政院做這樣的財事跟韓事齁 給國王部 我不知道是居存什麼心 這個叫做什麼你知道嗎 這個叫做推卸責任 行政院也要推卸責任 那麼你們齁 在這樣的灰事模糊的財事裡面齁 你們意圖就是要去出售 你們的營區土地啊 齁 這三個都非常主觀 爭議性小 是誰認定爭議性小啊 對不對 灰屬金華區 那所有的台北縣 新北市啦 改成新北市 我認為都都是金華區啦 那你認為呢 向委員報告 行政院有做一個律定 在第六次的時候有指示 就所謂的非金華區的話 只是苗栗以南的地區 他有做一個律定 所以不含剛才委員關心的新北市 那正義性較小呢 正義性較小呢 正義性較小就是說 在這個南部地區 比方說 在某些地區裡面 都市裡面的也是非金華區 是這樣的意思 那不違背社會觀感呢 這什麼認定啊 是你認定的 我認定 就是大家認為 賣這塊土地不是在炒作 也不是土地某一個廠商 是這樣的意思 我覺得你們非常不尋常 不到一年提了五次案 要賣土地 像行政院提五次要賣土地 所以我希望你們齁 在擠什麼 我們會盯住你們要賣的土地 我現在應該是這個樣子 主席剛剛有做一個案子 500坪以下的這些基林地要賣什麼 我是不反對 問題是你們以後要賣土地 應該資會我們委員會 至少要資會委員會 這個才有社會觀感到底好不好 我們要討論一下 對不對 我們一切都會公開上網 對不對 應該要通知委員會 不然的話 我看你們很急著要賣土地